今天这期是小宋这一季的最后一期录制了 这样小宋 我们来看看你来到王牌 这两年来的变化好不好 好 来 看看 两年前 带着热忱 憧憬 登上了你渴望的王牌舞台 成为幸运的王牌少年 这小伙子一来 有点想挑战我在王牌的颜值的意思 不敢当 不敢当 然而 伴随着幸运同时降临的 是巨大的压力 初登舞台 你紧张得不敢多说一个字 我们看到过 在舞台角落里默默苦恼自责的你 在王牌家族哥哥姐姐的帮助影响下 你越来越打开自己 开始真正享受这个舞台 理解就是根本配不上刘泽华老师 这次只有你来领了 这就长大了呀 对小宋做一点寄予 你呢 刚刚升到这个家里 但是你会在一个温暖的家里面成长 好羡慕你 向上的少年 王牌师弟宋亚轩 我们有礼物送给他 要不要看一下 他有礼物准备给你呗 我们也有 我们看一看贵不贵重啊 这个打开你就知道了 谁送给涛哥的 我的呀 对 啥呀 其他哥哥能看吗 可以也可以 都一样的是吧 不是 都一样的老妈 批发来的 啥东西啊 小宋啊你知道吗 送给别人的礼物 要别人亲自打开 对不起 没事没事 你把里边给我就行了 哎呦啥呀 头疼 就是 涛哥每天都要讲很多话 对 然后就很需要这个 谢谢 谢谢小宋 但我这个不会舍得吃的 你信不信 真的吗 吃完了这个 就没念想了 留着 留着我留着 哎呦 不是 这是腾哥的 不是什么去皱霜什么的吧 不是 玉帽吗 是 我 别看了就是个玉帽 哈哈哈哈 别看了 哈哈哈哈 玉液什么的没有 哈哈 这有什么说法 玉液是 对啊 我不在的时候 腾哥 腾哥领水的时候 可以拿这个 当一下 你抢不了别人帽子了 这一下还刺着我了 这句话 还被你感动到了 有心啊 小伙子 这是谁的 零姐 我了 哎呀 真的把我感动着了 要不要换一个我看 香肠 换吧 哈哈哈哈 这个是什么寓意 玉液你上一季说 我对你的最大的期望就是 我希望 我的 我吃的肉都长在你身上 我的愿望是希望 我未来吃下去的每一口肉 都长在我弟身上 好吧 暴昧地问一下 我以前吃的可以长 就是希望 林姐可以 大方地吃 然后大方地吃吃喝喝 谢谢 谢谢弟弟 这个 还记得 我们曾经的点点滴滴 是 哇 哎呀 哎 怎么比我们大呢 何 确实 嗯 是一张S纸吗 这都被你识破了 什么呀 哈哈哈哈哈哈 抱歉 半张S纸 这个是正面是哪一个 世家 是世家什么 对 因为就是上一季 我跟花花哥访谈的时候 然后他问我 呃你觉得我像什么水果 然后我说 我觉得你像世家 因为世家非常甜 对 哇 哇 就是本来买 想买一个真的是一家 但是 买不到 找遍了杭州所有的水果店 都没有 这是他自己画的 哎 他画得好好啊 哎呦真的画得不错 谢谢 我很喜欢这个 还有小龙姐的 我这更大了 一个比一个大 看他这个还重啊 我能猜一下吗 一只红色的芭蕾舞鞋 莫名其妙的 为啥是芭蕾 舞鞋 她俩一起唱跳啊什么的 哦 哦 哇 你怎么总是看穿我 哎呀小松对不起 把我再剪掉 把我再剪掉 你自己猜一下 不是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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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一双舞鞋 哇 就是小敦姐 跟我录了 差不多20多期才艺 然后就 从来没有穿过高跟鞋 希望弟弟不在的时候 姐姐也能 穿着高跟鞋 美丽的灵水 美丽的灵水 谢谢弟弟 没有弟弟给你分担了 谢谢 很好看 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 好好看 对 然后 林姐说了 家族也准备了礼物给小宋 对 来 我把礼物拿上来 谢谢 谢谢 哇 特意选了向日葵给你 哇塞 那是哥哥姐姐写给你的这个卡片 小宋 高考顺利 谢谢腾哥 好 然后这个小童姐 然后这个小童姐 离弟弟 未来可期 加油 谢谢小童姐 然后 哇 这是谁 比沈腾幽默 比花花张考音 什么 比小童更招人喜欢 三 林姐你是比不过了 和林姐一样快乐吧 高考顺利 谢谢林姐 小宋 一切未知都是独特的经历 未来 未来的未来属于你 花花 谢谢 小宋弟弟 18岁的你背负着太多的期许 放心去飞 在王牌的舞台上 你收获的不是五位搭档 而是五位家人 哇 来 我们一起举杯 祝小宋 高考顺利 加油 加油 谢谢 谢谢